李氏傳奇 Passion to wealth 好了現在我們回來繼續關注李氏傳奇 那說到呢剛才就是說李先生呢 從一個就是從小到大去大學念書 畢業了之後被派來泰國 擔任一個非常非常非常高的職位的一個員工 對不對 那非常非常穩定的這個工作 可是他來到了一個人生的這個轉折點 就說到人生轉折點就是你已經就是決定了我要辭職 為什麼要辭職 為什麼要辭掉這麼穩定的一個工作 而且那個時候就是基本上你已經有車子 你已經有房子 所有東西都已經非常舒服了 為什麼要辭掉這樣子的一個職業呢 而且我覺得好像就我們所謂說的就是下海 對 為什麼呢 我也懂這個詞要下海 對 是這樣呢就是 現在如果說講是我的傳奇 我覺得最大的轉折點就是在 我從一個國員企業 好大一個國員企業 對 轉向就是我們自己的一個民營企業 對 這個是最大那個轉折點 首先說我來到泰國以後 我說作為那個機場 就是南航空公司的機場那個助理站長 助理站長職位 實際上它在本地都有職員 但是我們是屬於一種叫做內派 內派的意思是說我從總部派人來監督管理 就是這個職位 這個職位我們在機場主要是保證那個客運 貨運 這個順暢流通 就是說 客要保證那個什麼地面服務 包括我們從Check-in到進氣 登機到飛機順利起飛 明白 貨運一樣 就是說從那個客人 那個客戶送什麼貨 通過曝光 安檢檢查進了上了飛機安全起飛 就是客運貨運 我們負責了監督這些東西 那我們通過這幾年在泰國這個 航空公司的工作裡 我們有最大給我感受一點就是說 剛好是90年代初 因為我們中國剛剛是也可以說注意外開放 開放 特別是可以引起那個國外那產品進到中國 特別是食品之類的 食品之類的 食品啊海產品之類 明白 那我們當時我們的航空公司 我們南航所有那個貨 都是海產品比較多 就是來裝滿我們飛機的大部分是海產品 海產品 普貨 我們說普貨就乾貨比較少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看到 為什麼我們這邊 我們中國需要那麼多這些東西 我們就在思考這個問題 並且我天天就是他們來訂艙位 他會找到我們 我們要需要多少艙位送去廣州 但是我們當時的南航 航班飛機比較小 就是艙位有限 那我們的貨運代理 就是我們航空公司的貨運代理 有四五家 那我們怎麼翻這艙位 經常分不平衡 他們會有多少埋怨 所以為什麼給那麼少給我們 給那麼少 我們在這裡工作 就到了差不多三年了 我們就考慮一下 他這樣的時候我就想去調查那個貨運 調查那個貨運 調查那個貨運是來自哪 我也去那個中國那邊 看他就需要那個貨運拿去做什麼 拿去怎麼銷 所以我那時候是確實 可是李總說到我們 我們是你跟你朋友嗎 不是 我說那個 不是 我說那個 就是代表航空公司這麼講 OK 好好 明白明白 但我們畢竟還是為航空公司打工 我們說 就是我們要考慮一下 後來我們就通過調查這個貨運以後 知道中國這邊需求量很大 很大 我們的供貨量 貨量有多 但是運不過去 是因為那航班 貨倉位有關係 另外那邊的時候 你需求量你說 他賣價很高 但是我們比價的時候 差價太大 這裡就給我一個考慮 這個利用空間很大 很大耶 這樣子來說就是 就剛才有說到 就是在國內的這個需求量 非常非常大 可是是因為我們泰國這裡 就是航空公司 或是這運輸公司 沒辦法把這些貨運到給國內 對不對 這個是一個情況 因為我們 因為航空公司 你不可能為了你的貨運 就來把那飛機 增加 增加航班 或者擴大機型 因為畢竟這條航線 只要是以客員為主 客員為主 因為你增加 起碼有客員多 你才增加航班 或者說把那機型擴大 沒錯沒錯 我們當時還是說以客員為主 都沒有增加 所以餐位多少 只能是供應那麼多 那我考慮到 因為我們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那麼多人來搶這個餐位 所以我們到中國廣州來調查 那市場 所以知道其實那邊需求量很大 差價很大 所以利用空間比較大 所以我們剛好我到院職快三年了 那我也看到說 在航空公司也做那麼多年 因為畢竟我們是為公司 航空公司打工 有的東西時候 即行公司的命令 即行公司的工作 明白 所以很多東西的時候 有可能是跟我的性格有關 我們可能是不喜歡那種 其實只是執行命令那種 還是要喜歡能夠自己 創新 有一種是屬於自己 能來喜歡幹的活 明白 或者自己能夠做主席做這樣一件事 所以我們那時候開始的名牙 那種就是說 要下海啊 或者說要辭職來自己幹 這個一方面 另一方面我們不能不承認 這個利用空間也是一個行業 因為我們當初在航空公司工作 一個月拿的工資大概是四百多五百塊美金 你知道嗎 我們那時候作為助理站長拿的工資還沒有 當地職員叫supervisor拿的工資高 為什麼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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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就存在一種國家這種公務員 我們那時候算上的公務員 就是國家企業 國家企業 我們派過來的時候 我們雖然來的泰國比中國那邊同黨的協力 同黨職位的工資高 但是比起當地 還是比較低 還是比較低 可是你算是高層 而且你的工資還是比supervisor低 比我們的職員 其實比我們的職員 我們的職員一般的supervisor 或者executive 他都比我們高 很難理解 這種事我們不敢跟別人的航空公司講 但是我們經常開那AOC會議 就是航空公司AIRLINE 這個States Manager開會 我們都知道 那會心理不平衡啊 我覺得 這個也不是 因為我們當時覺得 比起國內 我們已經好多了 也不會這樣 但是我們確實 我剛才回到我剛才講 我下了決定下海 也是這個也有一個原因 那個原因 剛才我講了 是說 我們性格也喜歡 不是關於執行 我們覺得有的 畢竟國家企業 這種大國家企業 有它那種程序 很防守的程序 明白明白 我們其實不是很習慣 所以我們希望說 能夠自己有一種 就我們自己 按照我們自己的意願 自己的想法去做 所以我們還是覺得 如果自己實施自己幹 可能會比較適合自己的性格 當然這種 我沒有看的 我剛才講 我們因為對市場調查 這種利用的空間 就非常非常吸引你 可是當時你有沒有害怕 就是說 萬一 不行 為了辭職的時候 老實講 我剛我的父母曾經有 有個不同的意見 可以說有真職格 有真職格 跟父母 因為我們作為我們父母 肯定他不希望 作為自己的孩子去冒險 對對對 他認為就是說 你在航空公司做這個職位 有吃有住 有什麼東西都有了 你必須去冒這個險 對 我現在也理解他們當初 他們當初那個 放著什麼人他就這麼想 因為一個是大航公司 可以這麼講 不同意 我還好 那還要徵求我那幾個弟弟 跟我的年紀差不多 因為我那幾個 老二老三 這些年紀都差不多了 就徵求他們的意見 他們就比較支持了 明白 雖然父母不同意 我就說 你跟父母講 我跟你講不通 你們跟講 所以後來 最後 所以就用你的 就是老二老三 還有老四 幫你說服了你的父母 對 就是用了你弟弟和妹妹 來說服了你父母 所以那時候也是 作為 做這個姐弟 經過好長時間 不是說 我們簡單 今天一句計畫 也跟你講的是 也要擔心 也覺得 比較一下哪個好 還有我們要面臨的將來 怎麼講 都要考慮 我做了我每個行 做哪個行業 我從來沒考慮到 它一定要抓多少 我才去做 我只是看到這個行業 是一種朝陽事業